ABL多南亞職業籃球聯賽 香港東方作客曼谷吸血鬼 尋求開季第一場勝利 其實第一次的賽事 南修香港東方表現好對版 這邊見到奇哥 在南帝也成功上籃 一度領先過是4比0 當對方 這隊暫時在ABL綁手球隊 曼谷吸血鬼都不用站穩 一開球已經環以顏色 有新加泰圍來過Fairway的兩分球 新加盟的外援高士拿 第一節你也看到他初段入了三分球 初來報到,還要給他一點時間 跟球隊合一合 不過還未完 這邊對方的中風屈件事 一個快攻,一個大力入瓶 其實吸血鬼只打兩招 一個快攻,另一個穩定的三分球 加上他們的後備兵員就相當充足 打了幾分鐘,已經開始換了特陸人 林透娜剛才做了三分球 不過這邊機意很快有反應了 來個Answer 3 是呀,第一節的尾段 諾尼斯 再助攻給到林泰洛 結果打完第一節的時候 吸血鬼三分球是九射四中 也是以22比17領先的 看到第二節,繼續是林泰洛的天下 林泰洛今天出來,其實在防守端 叫做抹下人 但在進攻端這邊,其實也是等機會出手 三分四次在第一、第二節 就算是三分球 第二節初段,因為被對方一輪的狂攻之下 東方都叫了一個暫停 荷里菲特,那邊做個博腳 給了奇哥李奇 再回給他,一個挺好的組織 在籃底拿兩分 你說得對,在上場 其實東方看到他還有一些組織 少了一個配合下 但好境不常 你看到在上場還有這些 突破、分球 這球球機意交給荷里菲特 但打落後,不知是否球員對自己的信心太大 每次都想單打獨打 但正正對方越四越純 對,尤其是有摩根 然後這邊林泰洛 一個後手交給了就是排球 阿迪穩定地,整個中距離 當時領先到43比28 打到中後段,我只會覺得 萬哥吸血鬼 是覺得這場球沒問題 越打越輕鬆,燒著來打 就像剛才林泰洛加的球 在背後開始玩這些 另一個野球人物就是他 0號的利鼠 第二節一出來,單節得13分 主要我們東方方面 就靠著一些零星的三分球 入球這個就是張文平 剛才我們也提過那一次 就是因為他們的後備兵源充足 令到東方跟對手有很大的分差 臨完第二節之前,有高士納的三分球 落後就是8分就入第三節 來到下半場 這條魚無一件事 勾手之後,接駁對方的犯規 這個相當關鍵是甚麼呢 因為荷里菲特已經取得第四個犯規 如果肯忍受,更好 因為這段時間 其實香港東方一直肯追上來 靠著一些快攻擊或三分球 這球其實荷里菲特已經出去了 如果我記得就靠著高士納 單獨獨鬥,還有剛才猛球五個對四個 因為吸血鬼一直保持著一個很好的手感 所以慢慢在第三節進一步拉開比數 還有看到猛高吸血鬼有很多內臟 進去傳出來,這球球還離譜 進去傳回來,其實有些讚好 都不射,還要利用球場闊度 傳多兩下,更好一點 這個球高士納雖然第一次撞下去了 但是新加泰圍的男生非常勤力 一個爆開兩個,再入多兩分 其實今天來講,新加泰圍不是拿很多分 但是輕輕鬆鬆,那些分數都沒什麼壓力 是呀,這位主將 今場是萬高吸血鬼,拿到就是24分 這個球看到荷里菲特 帶著四個過範的他 成功偷截之後,更加來一個快攻的入樽 其實打完第三節,東方落後56比71 現在正在看的是第四節的比賽 不過在整個東方的比賽 我們看到,大部分都是測量的基爾 或者是新加盟的高士納 負責去主動去做進攻 基本上一班球員 給了球球之後,放了給他們之後 要不就有基爾,要不就看到這位人領高士納 全部都是單打獨鬥 新加盟的高士納,雖然這場球都做出雙倍 有19分和12個籃板 不過整天的命中只有三成七 來到這段時間,其實對方的防守戰意 就沒那麼頂盛了 來這邊,古Sir納是差數 因為去到這個時間,剩下四分鐘 大局都已定 是啊,尾段高士納的三分球回來了 結果這場,三分球是8射4中的 接著這個球就交給基爾 基爾也得到全場最高的26分 其實基爾也要彈一彈 雖然得分上是幫到球隊 但是防守的意識 或者幫忙搶籃板的意識 我猜他有待加強 最後這場比賽 曼谷吸血鬼以97比75擊敗香港東方 做出四勝一負的戰績